歡迎收看尚概關心第五的婚禮新聞 要跟親人做過吃一頓好料的對到一般人來說是很簡單 包括對到家庭比較困難的人來說 這點頭是因為一個嚴重的新聞 等到後一節就要告訴 有過個店的業者就來交代家府中心呼造的親主 來點你免費用餐 和準備肉粽來送給家庭 一般公的檔口音感受到社會溫暖 謝謝大家請我們來吃大餐 機會多多 也是不太多 不太多 所以很開心的 我們的家庭 事實上很少有機會 能夠來這麼高檔的火鍋店 享用火鍋大餐 所以大家都吃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李董事長的愛心 溫暖了我們家府每一個家庭 特別感謝您 謝謝 特別交代七十個家父家庭 總共一百位沈住 賺到五日坐要來喝的時候 來到國際餐廳吃一頓好料的 火鍋店贏吃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影響更多社會企業來享用 拋磚引玉 然後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喚起社會對這些小朋友的重視 那也希望就是我們幫助這些小朋友 在他們的未來 可以更有勇氣去面對他們的挫折 感謝李董事長跟李副總的愛心 讓我們家府中心的學員 的輔助家庭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代表家府中心謝謝他們 很久有機會到家裡的人坐著吃國際餐廳的沈住 不然用笑容展現他們歡喜的心情 也賺了機會說出他們的心來話 給他整餐菜給他吃 所以你也問 就像你在外面吃東西嗎 這不算是你的大餐 對啊 我不要來吃這個 有什麼話要向他表達你的感謝的心意 感恩說 請我們來這裡吃這個 謝謝 剛才有台家府的沈住 享用一段切草的火鍋料理 藥家又用新準備地片類 和肉粽來送給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每天都清洗今天這樣 天天快樂 繼續在營餵 從不到